好,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種,也是組合 那組合比較特別,它不是都是斷面 像剛剛D型是好幾個斷面去組合一個新的 那現在這種組合的方式就是說 一個叫斷面,一個叫路徑 斷面的物件就是Shape,Shape就是形狀 所以說,原則上我們就會講 我需要一個形狀,跟需要一條路徑給它 那這兩個東西它就可以去混出來 好,假設我選形狀路徑 形狀物件,然後呢 在Claid面板的Geometry裡面的Compine 因為它是組合嘛,組合物件裡面的LOFT 因為我選形狀點LOFT,所以我是不是缺路徑 所以這時候點Gate Pass,缺路徑嘛 點路徑,它就擠出來 形狀一路徑擠出來 好,那第二種 如果我今天選的是路徑,點LOFT 我是不是缺形狀 所以點LOFT,那你要點Gate Shape 就要去Pick它,就會擠出來 所以你不要選錯了 你不要說我明明選路徑了 我已經選路徑了 然後我點LOFT 然後你還去Gate路徑 那意思是說它是形狀的意思嘛 那這個形狀配這個路徑就好笑了 會怎樣 就這個形狀然後轉一圈的意思嘛 那就變這樣啊 不是不行,知道嗎 問題是你定義錯了嘛 因為你就是跟它講那個N轉一圈的意思 它就轉一圈給你看嘛 這個物件就不是我們要的 好,所以呢 你注意看齁 原物件完全不會不見 因為它是組合出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這個物件叫做LOFT物件 就是它是斷面混成 根據這個斷面 根據這個路徑 去混出來的一個新物件 那不要把這兩個東西刪了 這兩個東西很好用的 反正它也不會算圖 就不要理它就好了 你就把它HIGH起來或怎麼樣 或放在螢幕外面 不要看到就好 那為什麼說不要把它刪了 因為來 將來這個形狀如果想修改 它是由這兩個混出來的嘛 所以假設我管子想變粗變細 我是不是只要改圓形就好 我只要改圓形 來管子變粗變細 都可以改 如果我今天想改路徑 那我就選路徑 路徑呢 我想改點 對吧 我想要做圓角 對吧 想做圓角 是馬上都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 你要改這個東西 那就是只 改這兩個東西的意思 所以這兩個東西會跟 這兩個原始物件 會跟我們新做出來的LOFT物件 具有instance的關係 這裡改 這裡就會跟這改 那這裡 原則上是不能改 這事實上當然可以改 就是你要去吃物件系統裡面去改 那是可以改的 那再來 呃 LOFT物件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Skin的參數 Skin其實就是指皮膚嘛 皮膚就是指說 我按下F4齁 我去混出來的 我去混出來 那我混出來會分兩個 這裡有兩個 一個叫做 形狀的segment 一個叫Path的segment 就是路徑的segment segment 就是分段數嘛 那 呃 這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 假設你覺得這裡 像我這裡其實好像有點 有靈有角的感覺 我想要多段一點 你想多段一點 OK的 那就是指我要路徑多段一點 路徑多段一點 那就是路徑給多段一點嘛 對吧 那我的形狀 因為我形狀 現在看起來還好 所以我形狀是不是就不需要改 但是如果你覺得形狀面好像太多了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少一點 對吧 那你也可以形狀多一點 也可以啊 看你啊 你自己覺得很重 只是說是 它是被混出來 根據這兩個去混出來 所以 如果混出來的這個面有問題 你是可以在這裡調整的 齁 齁 那這很常用 很常用 呃 例如說 以 以建築而言 你就經常會來做那個 天花板的那個線板 有沒有 線板 那你就先想 呃 線板的段面是什麼 齁 線板 這個嘛 這嘛 齁 線板 那線板斷面是什麼 齁 類似這樣子 或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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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次就是斷面 齁 那所以原則上 你只要有斷面 有路徑 它就可以混出來啦 對吧 齁 那沒關係 來 各位 你先試試看 先做 呃 先做最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選 形狀 那你要get pass 如果你選的是路徑 那你要get 去混出來 齁 來 試一下 嗯